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平原空旷地区会有肤盛冷却的作用 先来看看目前的户外天气 外岛的马祖16 金门22 到了澎湖21度 天气都是晴了 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在20 中部在21 南部地区到了26度 有没有看 南北的温度差距出现了 因为最主要的冷空气是在中部以北 冷空气到南部其实量来说偏少 东半部地区现在是多云时晴在19度 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干燥的冷空气进到了台湾上空 北方的高压正在逐渐由北往南而移动 预估今天晚上这个高压位置 就会逐渐进到江苏了 明天的天亮的时候就要进入到东海 所以当高压东移进入到达海面之后 我们称之为高压出海 高压一出海 风向就要变东风 所以冷 冷到今天晚上 明天的白天随着高压东移一出海 风向变东风 温度开始上升 接着五六日温度再上升 大家注意哦 西半部地区跟马祖金门都晚上会有浓雾的状况 晚上行车要注意了 下一波的封面 预估在周一的深夜到周二清晨 开始接近北台湾 只有北部有影响 中南部没影响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正在逐渐的难移 预估这个冷空气的强度 到了明天的早上开始要减弱 但今晚还是冷哦 尤其是辐射冷却的作用之下 清晨的温度状况来说 跟今天的清晨比起来会差不多哦 一样的冷 等到明天白天高压一东移 风向边东风 温度上升明显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了 先注意到北部地区晚上还是冷嗖嗖 白天的高温比今天温度 还要再上升三到四度左右 天气晴朗之下 日夜温差在中部地区就变得非常明显 云嘉南平原会有浮射冷却 南部地区中午暖 早晚天气是偏凉 有点冷 东半部地区也是好天气 外岛地区的晚上温度是偏低 提醒大家晚上温度还是偏于寒冷哦 穿着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暖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是7个人的眼前 我们下站的两边 不客币的人